嘿 你们催了我好久的光髓神器 今天终于来了 本期视频也是经过我本人的真实上身试穿 很多不同品牌的光髓神器之后 最后给你们筛本出来了4条 我觉得比较适合高个子的 而且品项和做工都蛮ok的 在这之前还是先自报个家门 那我身高175 体重是55千克 身材数据我都会买在这边 那如果说你是要参考的话可以接见一下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从薄到厚的一个顺序 来进行一个分享 那首先第一条是这条 这条它其实是一个五种款的光髓神器 然后它的颜色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手背的颜色 它是会偏黄掉更多一点点 它是分成这两层的 外面这层就是一层比较薄的一个丝外的部分 然后里面这层就是一个比较扎实的打底的部分 弹性也是蛮大的 而且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透 然后之后我现在左腿已经穿上了 右腿就是光腿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我现在的这个环境 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半湿外的状态 还是有一些阳光能够洒进来的 然后两条腿的颜色其实看上去是差不多的 没有说太大的区别 反而这边能够把肤色修饰的更加均匀一些 整条穿上的一个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自然的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背后的这个效果 正常在行动的时候 基本上也不会出现很尴尬的 这种关节处的褶皱问题 这效果还是蛮贴近 光腿的一个感觉的 接下来我换一套出门穿的这种衣服 来给你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搭配起来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这种光脚神器不可避免的 肯定会有那么一点点褶皱 比如说我脚这样子弯聚起来的时候 这里还是会出现一点点 但是不至于特别特别的夸张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一个能接触的范围之内就OK了 我用照片它的包装带长这样 如果大家想注意的话呢 可以去截图搜索一下 第二条呢是这条 会比第一条的稍微厚一点点 它是有带这种薄绒的 我录的是150克500D的一个重量 适合在15-20度左右的气温去穿的 加绒层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舒服的一层薄薄的绒 它这款呢是自然的肤色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跟第一款相比它两颜色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这款呢它会粉掉更重一些些 就没有像这个的颜色这么深吧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左边呢是穿的 右边呢是没穿的 可以明显感觉到这边呢 它是更偏粉掉更偏白一点 我自己的皮肤颜色呢 是比较偏黄掉更重一些的 两条腿一起穿上的效果 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颜色呢 粉掉确实还是蛮重的 然后因为它已经有一定的厚度了嘛 所以这块的一个褶皱呢 最低调来说会更加明显一些 然后后面的话呢 整体来讲也还是OK的 好比较整体效果的一个对比呢 所以我这四条光与神器呢 我都会同一条穿搭来体现 你们可以综合对比一下 然后像这条的话呢 我觉得也还OK 不会有那种特别特别假的感觉 然后你们可以整体看一下 一整个效果 它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说自己本身的皮肤 就是蛮白的那种姐妹们 真的就完全没问题 还有一点呢 是它在穿的时候呢 我已经感觉到 有一点到它的极限了的感觉 所以呢 如果说是身高比我再高一点 和姐妹们呢 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 第三条是这条 高中是长这个样子的 比较厚的一个款式 是260克的 适合0到10度的一个温度去穿 我觉得对于杭州的东西来说 是足足够了的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夹容层 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绒已经是蛮明显的 然后光了去呢 也是超级舒服的这种 然后我做的这款呢 是一个鸡眼肤色 还是拿这两条来对比一下 其实颜色上来讲 已经是差不多了 都是偏黄掉的这种 背下呢 依旧是穿了一条腿 就它这个厚度 然后做到整个状态 我觉得还是挺OK的 然后像这条的话呢 相比较前两条来说 我觉得它算是 比较好提的那种 就这样子随便一揪 都还是有空余空间 可以往上提的 面料舒适度呢 也还是蛮强的 完全不用担心 它走着走着 会随时掉刀那种情况 然后我个人感觉呢 像这种比较厚的 光球蒸气的话 它难免都会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 折扣的问题 所以就看个人的一个接受度吧 本期最后的一条 这条呢 我需要事先说明一下 就是我入它的时候呢 480克的 只有这个浅肤色了 然后我知道 这条的肤色呢 肯定是过于浅了的 但是呢 为了测评 我特地去看一下皮肤 当时呢 也是发现皮肤区呢 有很多高个 然后我这条路的呢 是身高区间在18-190的 所以这条的颜色 我们就暂且先不考虑它了 然后像它的话呢 纵度左右 或者说离下10度以内 都是ok的 完了之后 它这个后腰这块呢 有做这样子的一个 独特的贴片吧 可以防止含气如筋 但是我怕这个到底是 智商费还是什么 一半的上腿效果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觉得它的颜色呢 会稍微偏白了那么一点点 整体看起来呢 稍微有一点点假 不太适合我的 抛去颜色之外呢 它的整体的一个 上腿的一个贴合度 因为它的绒加比较厚嘛 所以这个侧位呢 看到我这样弯曲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走出来一些褶皱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它穿脱的时候 是这四条中最最方便的 会感觉这个长度空间 还是有盈余的 看一下后面的一个情况 它这条呢 是收要说比较高的 然后这一圈呢 又是比较厚实的这种 所以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也有一定的塑形作用 但这块的一个褶皱呢 还是有的 其实这样子 不弯曲腿的情况下 还是蛮真实的 OK啦 那本期我已经纷纷出来的 四条光腿神器呢 现在都已经上身展示完毕了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入光腿神器 之前呢 我也从来都没有穿过光腿神器 一个呢是因为关注我 久的姐妹们应该都知道 我是一个日常 几乎都穿裤子出门的一个人 所以裙子对我来说 特别是大冬天的 可能穿出去的机会 会比较少一点吧 所以呢我之前也觉得 自己不太用得到这个东西 然后其次第二点呢 我是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味的 去苛求它的一个自然程度 因为毕竟想要保暖的话 里面肯定是会需要加溶的 那这个加溶就会产生一定的厚度 在挤压的时候 难免会产生这种褶皱 那然后最后呢 还想来提醒大家一点 如果是说想要在外面阳光下 显得比较自然的话呢 可以选择 比自己的原本肤色要深以后的 会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那本期视频到时候就结束了 如果有帮助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